为了缓解夏日用电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再出其招 建议百货公司调节营业时间 美食街下午三点以后 人比较少的时段建议暂停营业 天气越热到百货公司里吹冷气消暑的人越多 尤其是下午三四点过了尖峰用餐时间 美食街里依旧人潮不减 要找到空桌还不太容易 如果这个时间百货公司的美食街暂停营业 逛街的民众怎么办 我觉得不OK 因为还是有人要吃饭 因为每个人上班时间休息时间都不一样 那我要去哪里 缺电这问题不是这些店家开门 应该是从我们的工业用电开始处理的 吃饭的人还是有 只是说没有像中午十二点那样排队 为了解决夏日用电问题 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提出了 调整百货公司某些楼层暂停营业的建议 一度被媒体解读成建议百货公司午休 下午张景森发表声明指出 根据不同营业项目的特性 顾客较少的项目可以调节营业时间 像是美食街下午两点到五点 顾客较少可以考虑暂停营业 每天涌入大批观光客的台北101 对这样的方案表示很难配合 如果午休的话全部关掉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生鲜食品 还有很多美食街他们还是需要空调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再继续考量 有很多细节 执行上面还有更多的考量才对 不只台北101太平洋搜狗百货也表示 夏天是用电高峰 但同时也是暑假人潮最多的时间 下午更是民众到美食街用餐最多的时段 如果商场下午暂停营业三个小时 不只店家生意打受影响 也限制了民众的用餐时间 如何在不影响民生的情况下 确保夏日供电无余 恐怕新政府要多费点心思 记者郭彩燕 吴家宝台北报导 中文章